最早的时候所谓的香料它是当做这种一些药用植物 尤其是本草一些当做药来用的 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就逐渐可能演变出来一些审美的体系 可能特有的一些药材或者香材搭配在一起的时候 味道会比较不错 这样慢慢地衍生出来相应的香发 然后在一段时期的时候可能它会以这种药效为主 但是逐渐到后期尤其到这个宋朝的时候 宋朝都没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鼎盛时期 它就成了一种专供这种贤情的一种玩物吧 类似于是 正常情况下老百姓很少会去用这个东西 可能也就是偶尔祭祀或者说这种相应的有一些仪式化的东西的时候才会去用到香 正常生活中把香当成一种美学的欣赏 它就是说代价和成本对普通家庭来说是非常高的 就是嗅觉的话它一直处于一个被抑制和不被重视的这样一个地位 可能这样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的这种感知里面会有一些缺失 也可能是这个奇迹导致我最终走到这样一条路上面去 走到对气味的一种探索和寻觅中去 然后就是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看了这个《香水》这一部电影 然后其中就提到这个提到这样一段话 就是人可以在伟大面前捂上自己的眼睛 或者说对一些动人的话冲耳不闻 堵上自己的耳朵 但是气味伴随着呼吸 这个人是不可能回避气味的 他的每一次 每一次气味的一个接受都伴随着呼气 最小的时候还是照着这种香谱 把放在挨个的做一遍 其实实际上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你弹一首曲子 你可能这首曲子练到三四十遍 甚至练到托谱之后 能把它每一个装饰音 每一个细节的这种处理 搞清楚的时候 你才能说是算是能演奏这个曲谱 那《香谱》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想把《香》做好的话 尤其是古方 还是最好能反复地做 每一次都稍微变动一些比例和修制的方法 反复地去揣摩去体会 首先你要提核香 你要核香 你必须要了解植物 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如果从植物化学的角度来说 植物它有这种 就是说初级代谢产物 初级代谢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次胜代谢 我们能用到的香料 从香料里面的成分 包括铜 贴 锡 然后这个春或者圈 这些物质都是次胜代谢产物 次胜代谢的产物 必须是在外界的刺激下 有相应的刺激下才会形成 它很少会去主动合成这些次胜代谢物 而有气味的恰恰是这些 那你就是你走到自然界里面之后 你才能看到可能是一个植物的根筋 它受到了这个岩石的压迫 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 相应的东西去保护受伤的地方 经常我们说香 但香它是从一种痛苦中得来的 像我以前写种子的信仰 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们今天用的香 是植物它从痛苦中得来的一种 一种演变 它都是这种病理反应促进的 病理反应造成的 它里面含有的是 它要去抵御自然界中的一些灾害 它要去遇伤 这个基础的知识巩固了之后 才能进入到香料和气味的研究 才能去探索气味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要对香料有一定的认知 去应用不同的香料 然后探索它们气味之间的关联 但这仅仅是第二步 你要探索关联的话 那你就会回归到事物的原理 这更复杂 因为你想把香运用好的话 对每一个香料的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理解已经不仅领现于 我要知道它的气味 所以我要去回归到它的生长环境里面去 去理解它 去研究它这种刺身代谢的是如何形成 当这样一个理解建立起来的时候 就和外界像是重新搭上了线 香的调和的话 你需要了解香的秉性 人的调和的话你需要了解人的情感需求 当我开始试图去了解香的秉性 尤其是在自然界里观察一些香的生存环境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 在这种人与人的交往中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人的情感 可能有的时候我只想到自己的一些东西 但是就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然后这样的话渐渐地 就是通过对气味的一个认知 它重新构建起来的我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多 然后就会越来越发现自身的局限性 自身的渺小和一些这种 可能过去非常荒唐可笑的认知 这个时候整体的性格就慢慢走到一种 经由调和到了一种包容力 像我初期调香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有一些对前人理念的一些抨击 或者说反对和不信任 但是慢慢地调香的越多 学会了理解 用自己的宽广去包容可能存在的一切矛盾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没有矛盾的 矛盾只是因为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小的 空间里能看到一些对立的元素 但是珍重到自然界里面之后 矛盾无处不在 但是自然把它们给融合到了一起 包括最后我做了这个草叶集 做草叶集的时候是因为我非常喜欢 这个就是贝特曼的一句话 就是我的宽广可以包容一切矛盾 我必须要深入到原理里面去 深入到原理里面去才能 在运用这一个香料的时候 就是如臂食指 可以非常轻松地去应用它 哪怕没有香谱 我可以根据内在关联去 重新制定一个香谱 找到它们内在的联系 当我重拾这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源头 我从一些历史 一些文明体系 从它们的哲学观 从它们的世界观里面去 解读气味 这个时候就能真正体验到 一些非常微妙的东西 可能就是概括地说 就是世界会在你眼里面变得更生动 这种生动不仅仅是色彩上的变化 它还包含着这种气味 这样一个最原始的性低速的 一个直观印象 直观接收 小箱的话 它是有差不多三个部分的 我先是构思 构思可能会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 去想去看 去和音乐和绘画的一些东西接触 然后这种不拿出灵感 你如果要进行一种艺术上的创作的话 可能你还得需要接触更多的艺术形态 进入到一种人文的观观里面去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构建一个能用绘画表达气味的方式 后来找到了这个印象派 包括前期的这个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音乐 浪漫主义的绘画 从他们的音乐绘画里面去汲取灵感 比如我要就是做一款 像如果要描摹月光的话 可能会选择这个阿尔法的紫罗兰铜 或者贝塔的紫罗兰铜 那这个时候我要去表达紫罗兰铜的气味的话 别人对紫罗兰可能只有一种想象 并没有更具象的认知 那我这时候可能要找一些舒缓一些的音乐 优雅一些的音乐 然后稍微低沉一点 经过对绘画或者说对音乐的一些思考 它能非常迅速并且非常立体地刺激出来 我对一个香料最直观的一个感知 当这种灵感相对确定之后 脑袋里面有了一个气味的雏形之后 这个时候是做实验 为了验证我思维中的这个气味 是否合理 把自己的意识投影到具体的香里面去 能看到自己的思想 任何香水或者说任何你做出来的一个相对来说 能算得上作品的一个调香的一个东西 它必然要有自己的一个特征香气 就是每一个都需要自己的一个特征香气 就是辨识度非常高 一闻到就会唤醒你对这个香水最直接的记忆 这个特征香气不能单独说它是玫瑰或者是魔力 而是一种复构出来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气味 甚至是自然界之中曾经没有过的气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